杜苏瑞台风暴风圈影响高平 高雄市长陈其迈与屏东县长周春敏 一早就到各地区视察防灾状况 他们表示杜苏瑞台风来袭 虽然平地区域暂时危险风与威力 但威胁危险仍不可掉以轻心 随时注意整个水情的状况 包括在一些易烟水地区 像永安 弥陀等等 也加派这个抽水机 在主要的制洪池 也都全面的清空 在中午过后 就会真正的影响我们的陆地 所以县良这边 身为这个屏东灾害 应变中心的指挥官 那我们也连接这个后备的指挥官 还有我们乡镇公所 大家的协力 杜苏瑞台风已在山区带来豪雨 包括雾台 三地门 马家 泰武 春日 狮子 牡丹 满洲等乡村 高雄的桃园 茂林等地也雨势未停 河川水流相当湍急 预防性撤离的民众截至27日上午9点统计 屏东县已撤离323人 高雄市三区则撤离2439人 把我们那个家里会抖石榴 所以我们来这边撤离 昨天晚上就开始进行撤离 那我们总共有三个村五个部落 然后撤离到我们的新来疫的收容中心 那虽然我们撤离人数是100多人 但是因为我们这一边 几乎每一年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大部分我们这些被撤离的民众 他们比较多都是会去疫情 陆军第四作战区因应台风威胁 也协力各地方政府执行灾防兵力编组 增派4941名人员协助及待命支援 高频县市政府提醒民众 台风期间尽量不要随意外出 并加强警戒风灾 新唐人亚太电视简陈如李娟荣 台湾高雄屏东采访报导